美国先后干趴下了五个老二 您觉得美国干趴下或制服中国的概率 未来十年或者十五年有多高 基本上是零吧 没有的 没有可能性的 美国还真没有遇到中国这样一个对手 就是这个对手的能力太强了 美国前面的五个对手 在制造业总量和发电量上都没有达到美国的水平 中国是唯一一个反超的 第二个就是我们的产业体系特别完整 我们拥有百分之百的 所以基于这个事实 中国工业化了 而且拥有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工业化 加上中国共产党强远的领导 我觉得美国击败我们的几率是零 所以只要 这前提是中国人自己要做好 也不要过度自信 也不要过度自卑